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最后生还者 The Last of Us EP6 首先这会是一支有雷的影片 我会讲到HBO的影集最后生还者 前六集的剧情内容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还不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 你可以先去看我另外一支无雷的影评 因为上一集提早的关系 所以感觉过了好久才看到的 这个第六集的最后生还者 开场很好心的帮大家复习了一下 上一集可怕的结尾 Sam变成了僵尸 攻击Ally Sam的哥哥Henry开枪打死了Sam 然后举枪自尽 也因此Jale顺利的拿到了Henry的背包 时间跨过了三个月 季节来到冬天 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屋里 主角遇到了一对老夫妻 或者说挟持了一对老夫妻 老婆婆很Chill的还煮汤给他们喝 帮他们指引了方向之后 他们就离开了 这个开场看似只是一个小过场 但是在经历了Sam和Henry的死亡 又走了三个月的路 来到这里遇到了这对老夫妻 也让我明白为什么他们之前 不能见到Bill和Frank 这是他们经历了这种可怕的地狱之后 所见到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是不是有可能就在这里安稳的找个地方生活下来 而不用再为了生存继续前进 后面的杰克声势更扩大了对这个可能的想象 有点像是你发现到你的存款已经足够搬到另外一个遥远的地方 然后就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人生 那你会不会开始思考 我明天为什么还要去上班呢? 这一集没有咕咕大军 前面也没有出现敌人 完全拿掉所有的战斗内容 开始让前面的剧情在角色的身上发酵 经历了三个月过去 Elly开始向未来提问 如果自己的血真的做出了解药 拯救了世界 那他们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乔尔想要买一个牧场 Elly则是梦想要成为一个太空人 讲到这里 玩过二代的玩家应该都心里非常有感触 哦哦哦 心里会大喊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那个Tommy的水坝 接着Tommy就出现了 Uncle Tommy这种美国男人真的很喜欢做工程 兄弟俩终于见面了 这集架了很多的戏在这对兄弟之间 尤其是两人私下的对话改写了很多 然后在影集当中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更深的层面 毕竟第一集就铺陈了 Joe在找Tommy 结果发现Tommy不跟他联络 是因为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过得爽爽的 还娶了老婆 以及Tommy对过去跟Joe一起做的事情是感到后悔的 这里似乎暗示Joe之前在做的事情 可能还跟Tess一起 某种程度上面不算什么好人 Joe可能就是一个可怕的人血的杀神 这是他在末日生存的本事 但这也是因此Joe能够带Elly来到这里的原因 在这一路上面呢 Joe的人信念也经过这些事情慢慢的梳醒了 我们在这一集里面看到他两次发作的那个恐慌症 这跟他每天晚上都会梦见Sara死去的那个晚上有关 曾经他没有东西可以失去了 但到现在他有了新的恐惧 就像是Bill一样 他害怕失去眼前的这个小女孩Elly 也因为这个恐惧让他自己觉得变弱了变老了 希望能够交给Tommy接棒去护送Elly 前面我看不太懂为什么要让我看Joe在修补那个鞋子 除了要让我们看到那个游戏中会收集的交代 真的是个很有用的东西之外 原来那一只破掉的鞋子是乔尔内心的象征 就是自己已经破损不堪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行了 还好Tommy给了他一双新的 后面就发生了很重要的一段Joe和Elly的争吵 Elly偷听到他们兄弟的对话 也看穿了Joe不想要再带着Elly 是因为害怕看到Elly死在自己的面前 他害怕20年前的那个创伤再来一次 的确如果再发生一次Elly死在她的面前 我想应该真的很可怕 Elly在Joe的面前提起了Sara Joe讲不到两句就甩门走人了 后来经过一夜的沉淀之后 他也是反悔了 再怎么样还是应该由自己陪着Elly完成这趟旅程 或者说他也想要陪着Elly 比较不一样的是 在影集当中Joe学会尊重Elly了 他将选择权交给他 要Elly去选 接下来的旅程是要Tommy陪他或是自己 毕竟有个终点大叔昨天摔门走人 不像游戏中那种比较霸道老霸的做法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改动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霸道老霸的帅气感 你对吧 你不是我的儿子 我很喜欢这集出现的很多片段 像是那本日记是我游戏中最喜欢的场景 影集中把那间房子变成他们住的房子 我觉得是很棒的改动 就不用跑那么远了 还有那个月亮杯 谢谢你玛丽亚 我也很喜欢玛丽亚帮Elly剪头发人的那段戏 看起来所有的女性看到Elly 都会忍不住想要多关心她一下 然后这里稍微调整了一下 玛丽亚的职称 Elly问她说你是这里的老大吗 她说自己不是 她只是一个议员 我想这里是要区别 玛丽亚跟前两集出现的Kathleen 那种带头大姐的感觉 以及杰克森寺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民选政府 听起来真的是蛮无头帮的 还有玛丽亚在疫情爆发的时候也失去了一个孩子 当然这一集当中最精彩的是 他们让Dina出现了 有个在餐厅看了Elly一眼 然后就被Elly臭骂了一个女孩子 没错 那是Dina Dina是游戏二代当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所以应该也会是第二季里面的一个重要角色 这应该没有爆雷吧 在二代的游戏当中也有讲到说 她看到了Elly刚来这里的时候 像是一个疯子一样在疯狂的吃东西 然后这里Elly对这个同兵人的态度 应该也会连结到下一集的内容去 下一集会回去讲Elly还在学校的故事 以及Shimmer都出现了 这一集真的是很多二代的彩蛋 可惜的是 Joe在经过这一集的自我怀疑之后 虽然开开心心的跟Elly上路 你看着他们在练枪的那个画面 这两个人正式成为了不可分开的家人 果然就出事了 在游戏当中Joe是被钢筋刺穿了 游戏中那个镜头真的是很难拍 所以这里就简化了一下 总之这一集的最后乔尔受了重伤 大学天里面只有躺在地上的他 和求救无门的Elly 当然我觉得Joe应该是没有那么容易领便当 不然就会找CNB来演了 后面三集的内容也已经公开确定了 下一集会有游戏中饰演Elly的 Ashley Johnson 客串演出 而第八集则是有Trolley Baker 的客串 虽然这一集有一个小时 但浓缩的剧情量蛮大的 还是很好看 而且这一集的风景真的很美 看着两个人在雪地里骑着马的画面 真的很有The Last of Us 的感觉 不过经过了上一集的高潮 这一集还是比较沉淀下来 往最后的结局去做铺陈 当然这一集是很可以看到这两个主角的演技的 从开场经过了黑人兄弟的死亡之后的眼神 再当面对到杰克森氏的不适应 以及最后两人相依相畏 却又害怕失去彼此的矛盾 除了彩蛋之外 我觉得这一集有一点缺少惊喜 像是他们在房间里面吵架的片段 还有最后巧有受伤的片段 我觉得都拍的有点简单 可能我就是有一点点觉得 这一集没有那么的满足我 不过我很期待下一集 希望下一集能继续打破我的期待 I'm going to show you the four wonders of them all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订阅按赞 还有打开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和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这是罗云大导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影集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